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證明 就是說 已知 AB 都是無理數 要你證明說 這兩個數當中至少有一個是無理數 我現在先假設這個敘述是錯的 然後推得他矛盾的結論 那這樣的話我就知道說 這個結論是對的 就是這個命題是對的 我先假設 我先假設這個命題是錯的 那這個命題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說至少有一個無理數 它的意思就是說 A加2B 是無理數 是無理數 或者什麼呢 或者A加2B 這是2A減B 是無理數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至少這兩個 至少有一個是無理數 那我現在給它吼定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A加2B 它不是無理數 而且 或者 或的話你把它去吼定 那整個把它去吼定的話 就是這個吼定 且這個吼定 那這個吼定就是說 A加2B 屬於無理數 它的吼定就是 A加2B 不屬於無理數 不是無理數 且什麼呢 且2A減B 它不是無理數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做這個假設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推的 那這個東西不是無理數的話 它就是無理數 就A加2B 它是無理數 而且 2A減B 它也是無理數 然後的話 我們曉得 有理數 它 試著運算 具封閉性 那這兩個都是有理數的話 那我A加2B 我給它呢 加2A減B 這個也是有理數 因為有理數 這個是 2是有理數 有理數 有理數 乘以有理數 是有理數 有理數 加有理數 也是有理數 那得 那這個2B 就消掉了 2B消掉的話 這一個A 這四個A 就是5A 5A是有理數 那這個是矛盾的 矛盾 為什麼呢 因為A 因為乙之什麼呢 乙之A 這個還 這個還不到結論 應該是5A 乘以什麼呢 乘以五分之一 它是有理數 就是有理數 乘以有理數 還是有理數 那得到什麼呢 那5消掉了 A是有理數 所以矛盾的話 是研發到這裡 所以得到矛盾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乙之 乙之的話 A它是什麼呢 它是無理數 你得到 A它是有理數 所以它是矛盾 這個結論是錯的 因為乙之這個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錯的 那得到這個矛盾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 假設是錯的 那假設是錯的話 那麼它的相反面 它的相反面就是 你整個把它取火墊的話 是對的 也就是說 A加2B 不屬於 五理數 A加2B不是五理數 而且什麼呢 2A減B不是五理數 這一句話是錯的 那這一句話是錯的話 我給它吼定的話 是錯的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的吼定是對的 就因為 所以 這個是錯的 所以它的吼定是對的 它的吼定就是 A加2B 是五理數 或者 2A減B 是五理數 是對的 那這一句話的意思 就是說 至少有一個是五理數 一個是五理數 這句話它的意思就是 至少 它是 它是那個五理數 或者是 它是五理數 它的意思就是說 A加2B 跟 2A減B 至少 有一個是五理數 一個 是那個五理數 有一個是五理數 那這樣的話 你會震出來 那這樣的話 有一個是五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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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是五理數